为了增加房屋供应,房委会一直尝试利用科技加快建筑效率。 2018年,房委会就供应房屋项目采用组装合成建筑法, 推行了可行性研究,选定了东涌第99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, 一栋12层高,包括240个单位的住宅大厦, 作为组装合成建筑法的先导项目, 将会是香港首批采用运营土组装合成建筑法的项目。 跟其他的预制组件一样, 组装合成的制造方法都是在厂房里面制造的, 所以较在工地现场施工是多了一些优势, 他不受天气的影响,工人不用日晒雨淋, 这样在进度管理,品质控制和安全施工都是比较理想的。 另外近年香港和其他世界大城市都一样, 就是面对人口老化, 建造业工人短缺的问题亦都日趋严重, 预制的技术就可以减低了对农动力的依赖, 就提升到工地的生产力。 在这一项技术的效果, 就要视乎项目发展的类型, 以及它复杂程度而定。 技术上仍然是存在有一些挑战, 例如是包括地盘的限制, 成本效益, 物货管理, 合适的临时储存地方等等。 因为这个项目位于东涌的新田海区, 新田海区的道路比较平坦和宽阔, 附近亦都有一些空地可以提供物流和临时储存的地方。 在这个项目里面, 亦都因为地盘有一些限制, 我们有一栋是12层楼高的住宅楼宇, 所需要的时间相对比较短, 即使发现了有一些问题, 也都不会影响到整体发展的时间表, 也都不会影响到整体建屋的计划, 就令到我们有更加多时间, 去测试全面实施这个组装合成法, 的时候遇到的问题, 包括大量的组件交付, 储存和现场安装的物流这些安排。 先渡项目预计在2021年展开, 2024年完成, 防委会之后会进行全面成本效益分析, 评估组装合成建筑法所带来的额外好处, 以及继续探索提高预制率的机会, 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。